大家好 大家好 三本城 我们这边是超铁 我们大概只有三成的 四成不到的命中全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落过六分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猪八 三分球 特别铁 又是威少 威少 不知道怎么讲呢 不怕他头就把他突 他多头一点我倒不担心 头反正 头不死 就把他突啊 突起来厉害 猪八今天必须得 头出来我们就飞了 威少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看他头不头 头 可以 哎 这种球都臭 下面他已经开始了 他进到了一分钟左右 我们打合理点 都到了摇手 哎 低脚幅不 没有球星啊 没有球星啊 都弹框而出 这太令人失望 但不是说 我说除了姚明之外 这也许是没有那种 拿出手 外线没有 你不能指望这什么 大侄子 还有这个孙大胜什么的 没想打得特别牛 只剩五秒 只剩五秒 手道里摇手 小米 头吧 小米今天手感有点亮 小米今天手感有点亮 非常慢热 调制呢 没头进 球砸在篮筐后沿 没有进 我们舔 对面也舔 福布斯 有什么用 我就想问 福布斯下一场 我把他挑下去不要了 一个打他打手 毫无作用 哎呀崩了崩了崩盘了 怎么啦 保路枣子都没法多了 姚明上一场绝杀的这一球 这一场这一球 你看这边 子子本来有空位 机会都已经不会投了 我已经有点贴心了 这球我跟你说 如果再不进下一场你给我去替补我 你不是替补的问题 你直接不是替补的问题 咱们没人了这样子搞了 还有谁能打 没人了 猪疤 她的进攻打的不是很顺 这个就帮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威少 可以知道又在这场 这场但凡我这边准一点的话我们就赢了 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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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领先了12分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要是投篮还是像现在这一阶子怎么走 八头两中 他得去做板凳了 丹尼斯施罗德这一次被追不住 这场比赛 第二次反攻 没错 双方队伍都调整了阵容 是 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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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是 这场比赛 非常非常好 今天姚明就是很难 打得很难 无仇一重 哇 这场真的是有失水准啊 所有的人都失水准 没有一个在在线上的 没有一个蠢的 上一场怎么怎么搞的 绝杀之后人品就 人品守恒定于这个 绝杀之后就 上一场不能赢一个绝杀 结果这一场就大家都崩了 没有一个准 有一些球员不能让他上场 尤其是施洛德这种 福布斯这种 两个雪花球员 赶紧打一打 发挥一下娱乐 下一场你就下去了 下个赛季你也白白了 两次罚球都罚中 那是摩尔之球 今天晚上大家都舔事情 也不能怪一两个人 这怎么搞的 这一场没有发现 斯洛德去骗一个放弓过来 对不对 哎 好巧 各位书还是不是第四节还有机会追准 三节过后 几分仍然未能拉开 领先九分 我们稍后就会回来 请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即将进入第四节比赛 现在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的是 本场比赛最佳注目 对 他总是能打出这样的好球 这种传球是他赖以生存的法宝 这就是他的天赋 每个夜晚 他的表现都能入选 看下微笑 保罗乔治都休息 微笑不上来 我们很难啊 怎么亚当斯空桥 三球给别利查 别利查 别利查 五三分在那不考 怎么还耗时间呢 在这 太早了吧 第四节刚开始 就在耗时间了 混蛋 这帮人 跟你打快 斯洛德 你这么玩的话 我这么快没有机会啊 他想要调整比赛计划 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 是的 很明显 他对场上的一些表现不太满意 不错啊 双方就无断了 没错 双方就无都换了人 没错 双方就无都换了人 没错 双方就无都换了人 就到了威斯布鲁克手 迎着施罗德投轮出手 大家都被姚文满台 没错 拿到现在 男白 结局能够在进攻上 他有他的糟糕表现 带来一场 给姚明尔 给孙大将 吐一个 铁 今天真的是不行 又来 又来 真的是给机会 古波斯 没篮子 给球 分球了已经 我们才只有三 对面的命中也下来了 我们三十代他才四十代 凭借着微笑的框框打铁 微笑又来了你看 来好球 nice 施罗德 噢不能换啊这家伙 上一场打铁 这一场发威了不能换不能换 突然又香了是吧 这球员 只差三分了 微笑又来 这是想干什么啊这是 这是想来 final vp想疯了你知道 福布斯 哇 这球进了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卖他 这球员 一定是有人打错 反正到时候王大鹏顶替他 我觉得王大鹏应该也能打成这样的表现 微笑又来 就怕他突 你头就行啊 我放头 我得很微笑 我就放他头 放他头 嘿嘿嘿 哇 没想到吧 大家没想到吧 有微笑 我们永远都有机会 微笑只要 只要想拿这个final vp 我们就有机会 给 不要 滚 传 给 给 表面 好一个 表面今天手感不好 通过罚球得一点分 他发尽的第一球 漂亮,这样他就两个都发尽了 大心脏球员,他在这种局势下得心应手 41平了,你敢信,落后最大达到十分之多 不要给微笑突破 给他投就行,给他投,对 好球,下快攻 有机会 太难了,难度太高,难度太高 有点没体力了,怎么办 私了我 放微笑头,给他三分球 微笑今天急铁 二石头五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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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了三分 哼,哼,哼 哼 咱们这八斗二重,咱们这 我们这也挺夸张,是吧? 咱们一个八斗二重,一个石头一重,两个打铁锈 谁也别那个什么,是吧? 姚明这个后仰太难度太大了,好球啊,这都近 不一样的,我们的气头两重,但是没关系 问题不大 后仰是有把握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罗伯特森 给微笑啊,给微笑头啊 微笑还头不头 最后应该会给微笑的 有毛病,是吧?你以为你是谁? 对面被逼的二十秒没力了,一个票了 不,怎会玩 这样的错误,既可以毁掉你,也可以成就你 真会玩 对面打铁,这已经血花了 太可笑了 来来来,先运个,运一下,运一下,运一下 对面上队了,可以 可以 犯规战术了,开始 感觉对面又犯傻 这个有必要犯规战术,反应会不就行了吗? 永远送我两分,笑了 还赚了一场比赛 不错 奇迹发生 这个真的,我跟你说 说实在,这个总监军是微笑送的 太友好了 完全不能再犯错 现在,跟部分场最佳球员,姚明 他一如既往的选择了篮板球 在增强篮板球上,没有多少球员 我们今晚又一次见证了这一点 没有人在篮板球上拼得和他 没停队得球 他投进了非常效率一球 双方现在差一分 他是一个很高的冠军重现 哇,对面犯规 哦,对我们领先啊 就一定要小心了 第一球罚进,这样以来 他们以两分领先 这次罚球两分,同方比分只下三分 呵呵呵,回上 投一个 哎,回上,放他 我靠,别突啊 我放你头三分,你给我突 完赖 感觉这一场比赛 尤其是下半场,完全就是 对微笑球迷的一种忽主 对不对 伤害性不大,忽悟性极强 我仿佛找到了这个夺冠的法门啊 原来我夺冠靠的不是自己的实力强不强 在右侧,乔治 嗯 姚明这样最终还拿了个手 非常出名的反规 这样算了 然后这场就是靠罚球 双方比分只差五分 到目前为止,比赛一直在拉下 打的,本来要输 我都甚至要一度要模拟,要放弃 到后来想想,只要有对面的存在 我永远都是有机会的 比赛停表 看来乔治手感不是很好 在这儿全无论犯规了 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犯规 不过我觉得他们 实际并不想把这个家伙送到图线 尤其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 因为对手制造出了最合理的进攻机会 你就只能将他送上罚球线 在两个球都罚警 双方比分差了七一分 我就知道最后就不投了 那你最后开始喘了 三分线外出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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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呀 死一投一中 全场二十二投六中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出去看一下微笑应该又是一个三双 我看一看 我猜他又是一击三双 哦 差一点点 还没有三双 这外面的统计是五十二投 十四中 三分 二十六投 二中 这个数据呀 真的是 五十二投 十四中 三十分 如果不是这个的话我已经输了观众朋友们 要命的发挥今天也挺甜的 但是 全看微笑啊 今天 那稳了 基本上四比零拿下了观众朋友们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只要第三次拿下来我们就稳 第三次咱们如果没拿下的话还有悬念 得可以 很好 咱们 咱们 船 好 我 王 是的 我